那么第一个问题啊,他是这样问的,他问的是,我是一名国际关系史领域的青年教师,想请教,我们现在的学术与文化话语权,长期被右派公知占据,信奉所谓的国际主义普世价值,在国际关系问题上,中国本位将中国利益摆在第一位去思考问题,往往会被贴上帝国党,自干五等标签,您对这种学术或者说是舆论氛围怎么看? 有没有什么比较快捷的解决之策? 有这个问题回答有点难度啊,虽然他是从国际关系史讲座提的,但实际上呢,中国整个社会科学都有同样的问题,对吧,这个这里面也有一直上了道理啊,因为改革开放呢,这个开始的时候啊,我们相对比较落后,气垫比较低,主要是学西方。 所以你要向他学,这里面就包括这个具体的,包括技术啊,制度安排啊,还有政策,然后还有政策后面的理念,你要搞清楚人家为什么设计这个东西啊,所以呢,就是改革开放的总方向, 就是总特点是我们承认我们比较落后,然后要追赶,然后呢,追赶的老师很多,但是西方为主,所以呢,在这个历史大倍率之下啊,这个,就是西方的话语权比较高是正常的。 那个,从现实结构嘛,也是西方的话语权比较大,西方表扬你一下,那你地位马上提升了,对不对,你得到了西方的祝福啊,得个奖的,回来,那还是平教授容易多啦,嘿嘿嘿,对不对,所以,所以我觉得这是大历史阶段决定的吧,你整个改革开放要学它嘛,那逻辑前提,它比你强嘛,那个,那学到今天虽然我们有进步, 我们还是承认,就像话语权啊,技术权还是它高嘛,所以无论是这个,过去我们走过的历史还是现实啊,就是西方就是有优势,当然在这个情况之下,比较理想的情况是怎么样,我们好好学,但是从事又能保持自己主体性,这个不容易,多数人学就学,就学晕过去了,就成了西方代言人了,对吧,那个,那么,我,我只能说,就是说这种现象,有啊, 而且可能是一个阶段不可避免的,要改那也得慢慢地改过来,这个这个改转,关键还是靠国内发展,如果国内能够十年不出事,再发展好一点,我觉得自然的,这种心态就会好很多,没有简单的解决之道,那个,就是一个等时间啊,还有一个就是当然有自我觉醒的学者嘛,就是要主动发声,而且要拿出有次量,人家幸福的成果来,好,谢谢,那么, 那第二个问题是这样的,您的今天演讲的标题,让人心潮澎湃,但现实生活中,我们看到许多中国人对改革开放比较不自信啊,比如责备现在房价太高,就业很难,然后消费社会带来很大的生活压力等等,还有一些劳资关系恶化等等,这种复杂的社会情绪,您怎么看,您觉得在宣传舆论上,我们应该怎么来疏导这样的情绪? 嗯,这么说吧,就是,就是全球大城市房价上涨,好像是一个挡不住的规律,他们炒房产的人都说,买房子,主要的考虑是地点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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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一是地点,第二地点,第三还是地点,这个, 十年前的上海买的房子肯定赚了,对不对,我今天去河南新乡,你十年前在那买的怎么,现在还是那个价钱呢,涨一点,涨一点跟银行利息是一样的,是不是? 对不对,所以,所以,这没办法,这是全世界现象,是吧,你在纽约洛杉矶买的,那你跟那个,在科罗拉多那个买的,就是不一样的,这是市场规律,是吧,你要看全国房价呀,其实挺复杂的,这个,我们国家呢,这个,就是,商务跟踪的那个,是七十个城市吧,这是比较好的城市,是吧, 它涨价是比较多的,可是问题,很多这个地级市,几百个地级市,那更多的,还有其他几百个比较大的县城,它不涨的,是不是,甚至还有降价的,所以就全国来讲,房价情况非常复杂,这个,它就是,现在一线是北上广深航,是吧,涨得很凶,然后呢,准一线啊,武汉啊,那个,那个,什么郑州啊,也涨得很凶, 可是,你要郑州不远,你跑到几个地级市,就不行了,那个,所以中国的房子情况挺复杂,这个,就全国方面来讲,还好,但是有些地方确实是涨得很疯狂,上海,北京,深圳,是吧,那个,挺疯狂的,这个,这个,这个主要是市场规律,我觉得也,怪不了,怪不了谁,你要跟香港比,那香港,香港,香港更多, 更疯狂了,他们的房子,对不对,那个,所以这个玩意儿呢,怎么说呢,这肯定是个问题啊,反正我这几年,你看,这五大一线城市,北上广深航,我讲座挺多的,去的挺多的,我见到他们领导都急得不得了,知道吧,他们呢,也觉得房价太高了,高了,他担心城市前途啊, 年轻人住不下来了嘛,还一动十万块钱,你工资还不到一万块钱,你怎么买啊,十个月才买一平米,是不是,他们也知道这个情况不对,急得不得了,以后年轻人挪不下来,年轻人挪不下来,以后这个城市肯定是没迁度的,对不对,城市得靠创新往前驱动,创新得靠年轻人了, 是不是,这个,所以这是一个基本情况,就是说,这个全国房价不平衡,那个,然后,然后来引发了很多问题,特别是这些一线城市的前途,他们很担心,他现在到底怎么解决,好像,好像我看全世界没什么办法,是吧,我,我,我,上个月底,这个月初在莫斯科,莫斯科其实挺贵的, 我这个房价,他收入没有很高,他没有很贵的,他也挺畸形的,对吧,对这个问题,反正我没有好的办法,我只能说,大家慢慢探索呗,没有好的解决方案啊,好的,第三个问题是关于台湾的,这位提问者,他在台访学,他感受到台湾本省人,对外省人,对大陆人,有很深的芥蒂,甚至有些瞧不起的态度,在您看来,岛内这种复杂的 态势,是否有一些化解之道呢,感觉哪怕,抛开地缘政治的因素,台湾岛内这种复杂的认同问题,已经开始让台海局势变得矛盾重重了,您有什么建议? 台湾呢,他是这个,九十年代中开始吧,台独势力占得上风了,然后他们的系统去中国化,这个,所以,原来呢,抵制就不太好,原来那个,蒋介石的时候呢,就老想反共大陆,就妖魔化大陆,所以那个时候就有抵制, 然后后来去中国化嘛,就更严重一点,这个,台湾两千三百万人,老在大陆跑来跑去的,也就是两三百万人,是吧,就十分之一的人收,其他人不来的, 那不来以后呢,老看他那个新闻,他那个新闻都是有点歪曲报道的,就专盯着我们的问题啊,所以台湾呢,对我们大陆那个发展确实是不了解, 这个,我去过几次,台湾人,多数人呢,其实挺老实的,没什么文化,挺朴实的,你知道, 特容易被忽悠,这个,你想,他本身智力有问题,容易忽悠,然后又有一帮坏人,知道吧, 专门那个,调戏这帮老残,所以他两个一结合,对不对,他又有老残的土壤,又有一帮坏人,专门用, 结果就是现在,台湾人对我们不了解,然后呢,心理上跟我们欲行欲愿, 然后,这就是构成了那个,台湾问题就是严重化的一个社会心理技术, 这个,那怎么办呢,他在讲没有简单的解决之道吧,这个,一个呢, 我们肯定要严守底线啊,谁要是触犯我们底线高态度,老子就打了,就没办法了, 对不对,那个,那如果你不走到那么远嘛,那我们就等呗, 我们要发展好一点,然后那个,发展好一点,然后对台嘛,反正做做工作嘛, 现在好像我们是两手,今天一来啊,我感觉就两手都硬, 一个就是把他那个邦交国搞掉了不少,是吧, 然后国际空间开会啊,什么都不让他们去了,原来让他们去了,不让他们去了, 那个,这是一方面啊,另外就是推出一个叫什么,会台三十一条, 是吧,这个,今天好像是两方面力度都在加强,会台三十一条, 好像上海市政府还配套了好多东西,这个, 这一个方面就是尽量的想办法啊,把我们大陆的善意直接给老百姓啊, 以前呢有这个问题,咱们其实释放了很多善意,给了很多好处, 但是被那帮那个,垄断两岸关系的精神给垄断了, 就我们给的好处老百姓没感觉, 我们给了很大的好处,但是他没感觉,就把那边家伙给贪污了,是吧, 这原来是个问题,这次现在在改进, 我们尽量就是以我们能力范围内的那个政策啊, 来推那个那个那个一些优惠给台湾朋友, 当然同时也是加强威慑了, 对不对,这个情况才慢慢地改善, 我觉得,好像最新有一些调查, 就第一个年轻人呢, 大部分年轻人都没有前面老龄那一代那么执着, 对那个大陆态度没有那么执着, 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,好像那个叫什么, 好像对那个叫什么知识统一啊, 或者维护现状那个比例还上升一点最近, 所以,问题在那儿,而且存在有一段时间了, 但是我只觉得是这样,只要台湾那边不走得太急, 还有美国打台湾牌走得太凶, 我们大概还可以等一等, 当然那两个老兄他要是不冷静, 他走得太凶,那我们就没辙了, 是吧,他要逼着我们动手的话, 那我们就表演给你看, 我们是挺合格的,对不对, 因为谈问题啊,大家要知道这么一个, 有一个很物理性的东西变了, 以前呢,我们解决不了,确实是能力不够, 现在确实是有能力了,知道吧, 这个原来是有意愿没能力, 现在确实是有能力啊,缺乏足够的意愿, 知道吧,那个时候他要瞎做, 我就帮我们的下了决心呗, 对不对,所以, 未来台湾怎么走,我们不是很清楚啊, 这个,但是呢,那个, 就正常情况反正实现在我们这边, 谢谢,